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快过年了 过年期间免不了是大吃大喝 大鱼大肉 不过这样吃下来 这个体重增加不打紧 有可能还会吃出疾病来 到底会吃出哪些病呢 首先来看下面的报道 年终尾牙一场又一场 转眼街春节又要到了 这段期间总免不了大吃大喝 胖个几公斤不打紧 闹肠胃炎挂病号可就不好了 过年期间除了感冒及肠胃炎患者 经常塞爆门诊外 心血管疾病患者也特别容易发作 有一些本来就是心脏 高血压糖尿病的也是不少 在这段时间 尤其最近又吃了大鱼大肉的 特别会容易有一些问题出来 一不小心就吃太多了 还有坚果类 特别是开心果日量最高 吃完这样一包 等于吃了四碗白饭 每天都这样吃 一星期就会胖两公斤 过年究竟该如何享受美食 营养师这样说 会建议就是说 还是要减少油脂的摄取 如果是烹调方式 如果说像有炸的 或是红烧的 或是说会的 或是羹汤 浓汤这些都是属于油脂比较高的 提醒民众 特别是慢性病患者 千万别因为过年一到 熬夜打牌样样来 春节期间还是要想办法 维持生活作息及饮食正常 这样才能让您春节过后 不仅体重不上升 病痛也不上升 过年期间吃很多 常常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舒服 所以王医师我们常看到状况是怎么样 过年期间的话 我们诊所的话 有时候真的很惨 就是说很多拉肚子的 上吐下泄的 然后有很多感冒 喂来喂去 然后有很多人他忘了吃药 血糖高 高血压高 然后因为痛风的话 就是吃火锅的汤 吃蛋白质 所以拜也拜也来诊所的 就是一搏一搏 那个痛风的也很多 那今年我们是非常担心 因为今年的话 就是流感在流行 然后我们每年过年诊所 大概都休三天 那今年因为初四 刚好是礼拜天 大家都会休 所以今年的诊所 一定会休四天半 那四天半的时候 如果说流感万一大流行的话 那诊所不开的话 我看医院的急诊室 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我们都很希望说 今年特别要说 大家就是说 你如果自己发烧的话 你就不要去拜年 不要喂来喂 一定要自己 要就是有点道德心 你自己发烧 你不可以把人摆倒 你要戴口罩 要常常洗手 那过年的疾病 大概什么病都会比较多 但是就是诊所跟医院的不太一样 在医院的话 过年还是有人会中风 那天气冷 有的气喘发作 有的慢性肺病发作 所以除夕的时候 大概是比较平安 大家都会稍微忍耐 除夕晚上吃一吃 初一吃一吃 出了就一塌糊涂 然后出了的话 又很多人回梁家 车祸怎么样 一大堆 所以对医院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是 陈医师看到状况也是这样 对啊 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在过年这段时间 很多疾病 不管是急性或慢性的 其实我们发现 它其实越来越多了 因为天气比较冷 然后大家开始吃的 也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急性的问题 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肠胃炎以外 这个食物上面的准备 也是很重要 那在准备的过程中 也要很干净 才不会有肠胃 导致肠胃炎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是去吃 很多不同的尾牙的话 吃了很多 平常不会吃那么多食物的时候 有时候消化会会不良 因为平常本来就不吃这么多 但是现在为什么 要跑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吃一个尾牙的话 就可能就要吃得比较多一点 那尾牙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 要敬酒的一些场面 所以本来酒不会喝很多的 现在变成酒要喝很多了 所以这方面的场子 一些比较急性的一些问题 因为在饮食上面 没有控制住会发生 再来就是刚才我们 王医师有说的 就是说这个流感这一部分 急性常 那个呼吸道这边的感染 因为冬天难免就是 它的旺季的时候 所以预防的时候 其实是很重要 预防永远胜过于治疗 所以预防针的施打 是很重要的以外 当然预防就是不要去接触 这些已经感染的人 或者是你已经感染了 不要再去传染给别人 这种急性的发作的一些疾病 其实是现在很常见的 但是这些慢性疾病 在冬天会常发作 比如说像风湿 它本来就会比较 在冬天里面发生 然后高血压 在冬天的时候 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当然我们大吃大喝的时候 血糖没有控制得很好的时候 血糖的问题 也会上升了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冬天天气比较冷一点 气喘的过敏的人 也会出现 季节性过敏 季节性气喘的人 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有一些疾病 它是属于慢性的 在冬天其实是一个 耗发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是有这些 慢性疾病的一个 爆发出来的一个情形 那急性的问题的话 当然就是尽量 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永远都是支持 预防胜过于治疗 所以还没打预防针 你要赶快打预防针 现在打还来得及吗 现在打的话 如果还有预防针的话 应该是还比较 因为现在今年的冬天 也是来得比较晚一点 也不知道今年会冷多久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说 这样子如果万一爆发的话 疫情会到夺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预计 如果继续再冷下去的话 我们也不希望 疫情越来越扩大越大 如果大家都要预防针的话 疫情会比较 不会那么的大 是我们提到就是说 过年期间 你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其实可能会有一些 肠胃型的疾病 那所谓的肠胃炎 它有分好几种 包括就是动植物的生物碱 比如说毒菇 毒草 河豚毒被会造成的 还有化学性的食物中毒 吃了有毒的化学物质 如有害的重金属 还有不良的添加物 色素有害防腐剂 过量的香料 残留的农药等等 还有就是细菌性的食物中毒 包括精华色的葡萄球菌 沙门氏感菌 海鲜胡菌 等等肉毒感菌等等 还有原虫性的腹泻 阿米巴利吉 离形边毛虫 另外还有病毒性的腹泻 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 有讨论过到底是哪一种 比较在过年期间会来产生的 就是细菌性的食物中毒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养食 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在过年期间 我们食物上会产生 这些细菌性的食物中毒 因为像金黄色葡萄球菌 它其实是感染 感染就是最普遍的 因为像有时候 讲好玩就是说 妈妈有时候很忙 切菜切切 伤口啦 有时候捞毁 像这种伤口的那种感染 金黄色葡萄球菌就容易产生 那食物里面像我们过年常吃到一些海鲜的部分 有壳的螃蟹的 虾子这些部分 其实就是所谓的那个海鲜糊菌的一个影响 那再来就是说肉毒感菌 或是说那个仙人感菌 这些都是细菌性的感染 那其实我会建议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比如说像 因为我们过年不是都会买很多的菜 然后煮很多 很澎湃的 都就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吃不下 吃不下怎么办 我就会建议就是说 真的要避免稍微这样子的一个污染跟感染的部分 就是你把你的吃不完的东西 你要再加热 再一次加热 加热完 不是加热完马上就冰冰箱 加热完之后呢 你要让它放凉 凉了之后再放冰箱 这样子 这样才是一个保存的一个好方式 好 我们先来接观众朋友的电话 台中王小姐你在线上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 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左脚膝盖15年前曾经冻伤 然后呢这个周末大草虫之后 结果爬楼梯会痛 然后蹲下来更痛 是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复健 第二个问题就是 请问香菇的地可不可以吃 香菇的地可不可以吃 好 谢谢您的电话 再来接新北市陈小姐的电话 陈小姐请说 你好 你好 我想要请问我的小孩本来在北部的话 那肉类都吃得很少 那回去南部的时候啊 那他阿嬷就会用很多肉给他吃 因为他怕肉类吃得不够 然后结果就导致肠胃型的那个感冒发烧这样子 那我想说这样是不是因为跟他饮食习惯突然改变有关系 那我还想要请教一点 就是因为我本身吃树嘛 那青菜类的可能吃的比较多 那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吃进去的那个农药太多 所以就是会常常头痛这样子 谢谢 王医师这个有可能就是刚第一位观众朋友提到这冻伤的问题 那有怎么办 我觉得冻伤 冻伤以后跟他的关节炎可能不见得有直接的关系啦 那如果说你现在关节已经在痛了 我们是建议说第一就是要多休息 那可以热乎 那再不行你就找你的家庭医师看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症痛解热剂 一些神经护合剂 甚至一些肌肉松弛剂 那如果再不行 我们就一定要找骨科跟护健科 照X光那看一看是不是有没有严重的病 那我是觉得可能跟冻伤没有多大的关系 那另外第二位观众朋友讲到说 肉吃多了 所以就变成肠胃倒形的感冒 这个我大概是不见得会这样啦 如果肉吃的很多 如果是年纪大的 他可能会尿酸发作 痛苦发作 那肠胃倒形的感冒大部分都是空气 飞沫 口水的传染 那冬天的话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 肠胃炎 过年的时候肠胃炎续菌 这些细菌的话 刚才有人讲的反而是不多 因为那些细菌都要放很久 放很久的时候可能都有味道 那我们可能有味道就不吃了 还是吃一口就不吃了 所以那个反而是不多 那我们最后一样病毒性的护血 就是所谓的轮状病毒 诺诺病毒 腺病毒 这样我们叫做病毒性的护血 那那个就是灰沫传染 那个传染能力还蛮强的 那那个的话就像说是肠胃倒形的感冒 就是会感冒的 会绿色会肚子痛 那那个可能要禁食 严重一点就要给医生看 那另外的话 轮状病毒 因为在台湾还是蛮多的 我们现在是有预防针 那用滴的 不用打的 小朋友是不痛 但是可能就是要滴两剂 那出生六个月内要把它滴完 所以可能你小朋友要滴的话 出生就要跟你的家庭医师 小哥医师讲好 不要说你超过六个要来滴的时候 因为容易长套跌 我们就不敢滴了 是 那个香菇的地 那个其实香菇的地头是可以吃的 以前就是会讲说 吃香菇地头会致癌 其实那个就是以儿传儿 那个你种的时候 比如说它是种在那个 腐朽掉的一个木头上面 那你摘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去洗 连那些木屑什么都吃进去 那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致癌的东西 但是呢 现在的香菇都是种在镜桶包上面 我们把它清洗干净 拿个刷子刷一刷 其实香菇地头蛮好吃的 我一路走来都在吃香菇地头 我也长得很好 对 那香菇的这个冲洗 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看是干的香菇地头 还是一个就是新鲜的香菇 那我们一般就是 其实我觉得地头不是重点 是你挑香菇的时候 有没有新鲜 因为像现在那个香菇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抗癌的东西嘛 但是相对的 它也是很容易会让你的细菌 寄生在上面 那有一些香菇卖了两天三天 它完全没有去把它密封起来 那每一个人手就去摸一下 那你的手上面的细菌 就找到很好的一个 一个它的营养成分 所以那个细菌就更强壮 那你那个香菇 闻起来会有一个乖乖的味道 摸起来是香香的 那像这种香菇 其实就不要吃了 也不要买了 那一般我们新鲜的香菇 是干爽的 比较硬一点的 有弹性的 买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地头的部分 其实都是蛮干净的 是比较雪白 比较灰胖的 那如果你买到那个 已经有出水的香菇 其实不管是地 或者是上面的一个 散状的东西都不能吃 出水的就不要买了 对对对 其实只要是买到新鲜的香菇 其实香菇的营养价值很高 我们让它多糖提的 再来就是说 其实它是属于蔬菜类的 那蔬菜类本来 我们就会鼓励多吃蔬菜 再来它纤维含量非常高 所以其实香菇的那个头 或是香菇整颗 其实都是可以入菜的 是 陈一熙刚刚有一个观众朋友 提到说它是吃素嘛 那它是说 它常常会头痛 这个跟这个吃太多青菜 可能含有过多的农药 这会有关系吗 这可能不大会有关系 其实只要你把你的蔬菜 在吃的时候有处理好的话 或者是你那个吃的 那个来源的话 是干净的话 其实不大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那那个头痛 要看它是什么样的头痛 是不是本来是有一些偏头痛的一些习惯 那这些偏头痛的习惯 可能在冬天的时候会被诱发起来 所以可能并不是跟那个食物 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情况 是 他刚刚也提到说他小朋友 就是可能北部南部 这个饮食习惯差很多 那回去之后的饮食习惯的改变 会导致身体的不舒服吗 有些是可能不会是说感染性的 可是可能要功能性的 可能身体上面在消化上面 可能不习惯 所以他可能在转变的时候 他在这方面肠胃道 还没办法去适应的时候 或者他在消化这个东西 没办法去适应的时候 他可能会出现一些 功能性的肠胃上面的问题 但是并不会打致很大的问题出现 然后甚至应该也不大会出现 发烧的情形 如果他真的是出现发烧的问题的话 那就可能不是属于功能性的问题 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 可能会导致是功能性的肠胃 肠胃道问题 但是感染性的问题 可能是比较少一点 是 刚刚营养师有提到 就是说他会建议 如果说在除夕夜 大家所吃的这个年菜 太多了 那你要怎么做储藏 就是先要把它再加热 吃过的要再加热 然后加热完等它凉了 再放冰箱保存 那个原理是说 要先让它再杀菌一次 就是等于你要把它煮到肺 就把它滚一下 常常妈妈说你再滚 就是等于再一次的 一个杀菌的方式 可是你不要马上 我再次强调说 不要马上热的 就把它放在冰箱 你隔天那个菜一定坏掉 所以你一定要冷了之后 再放到冰箱 要密封还是要密封 把它整个完整的密封 再加热的过程 是要密封的加热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你是放在锅子里面的话 就希望你把盖子 盖在上面 然后这样子加热 加热完之后 那个有些气体 会从旁边跑出来 其实里面就有点像 真空的一个原理 盖子就不能再打开 尽量不要再打开 那放到冷的时候再拿进去 这样的话比较能够去 保持你的食物的一个新鲜度 然后再另外就是说 我们有讲到 如果冬天比较冷一点 大家想吃火锅 那火锅的话 会有一些食材拿出来 可能还没有煮 但是大家都吃饱了 那些食材呢 已经退完冰了 希望你还是加到里面去 帮它煮熟了 用哪种方法 刚才所说的 帮它煮熟之后 放冷之后再放冰箱 不要已经退完冰了之后 再把它再放回去冰箱里面 再冰一下 然后过几天再拿出来吃 这样子反而对那个食材 是比较不大好的 所以如果像肉的部分 我会建议买回来 就要先处理 比如说你肉就切成小块小块的 然后你就是量 大概你就取那个小分量 小分量 然后包起来放在冷冻库里面 冷冻库你也不要叠在一起放 因为你叠在一起放 你解冻也不容易 就是你原本只是要上面这一块而已 可是你要解冻没办法 你还是一起解冻 然后这一块又解冻又把它塞回去 所以这一块肉又一直在反复的解冻 又冰回去 所以尽量就是小块小块 那个冰箱里面还是不要买太多 就是保留一点空间 大概就是我们会建议整个冰箱 大概储存食物的量 大概占70%左右就好了 不要整个冷冻库 冷藏塞 就塞得满满 而且是过年 大概都会 塞得满满一打开 好像整个要掉下来这样子 这个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的卫生和解冻的问题都很多 薛小姐您怎么去 其实加热是一门大学问 因为很多人在加热就是想说 我就是滚起来就是已经加热好了 其实呢 比如说四十四头这么大一个 你加热的时候你水滚了以后 汤滚了以后不见得里面是热的 里面完全还没有透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想说我已经滚起来 我就把它熄火 那你外面是热的 里面是冷的 你的东西坏得更快 比如说我今天我过年的时候 我炖一只鸡 那这个鸡可能只有吃半只 那我另外那半只呢 我就是整个去加热的时候 我的汤滚了 但是我的那个鸡肉里面 其实还没有透 所以这个时候 你如果把它熄火起来 盖在那边 那肯定坏得更快 所以一定要就是大滚了以后 如果说你的个子都是很小 那当然就滚了OK 可是如果是有一些大个子的话 你滚了以后 最起码还要再一个小火 再滚个五分钟 会整个完全的让它杀菌 还有就是你的容器 比如说我可能要拿个筷子拿个瓢根 这上面都不能有生水 不然更容易会坏掉 好那如果我滚过一次 然后拿出来吃 然后这一次还没吃完 那我还要再加热一次再放进去吗 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 你比如说我们家吃饭的人不多 那你就是每一次把它拿一些出来 那像我这个人一次要做40颗四日头 我总不能40颗全部拿来加热 我就会拿个两颗三颗 吃完了我再拿来加热 那你切它就干净的筷子 干净的调干 那其实就还OK 是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现在继续要连线到环保署前面 因为备受关注的国光石化 明天要进行环评的审查 那目前外传是说 明天其实会有条件的来通过 而环保团体还有一些青年的学子 他们是认为这个开发案不应该通过 所以今天晚上要彻夜守在环保署前面 来进行守夜的活动 目前现场状况如何 我们来看看 那场声音再大一点好不好 等一下啊 因为现在公事他们就是正在live的转播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歌曲往后演一点点 我们说一些话 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反国王石化 大家知道为什么今天是特别的重要吗 明天是国光石化 第四次专案小组的会议 他们特地选在这个年间的时候 地方动员非常的困难 那他们提了一个缩小的替代方案 然后就以为说对环境不会有影响 但是他们只是缩小一个年的范围 白海亭的回游廊道一样会被阻挡住 而且工业港的面积完全没有被缩小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欺骗我们 投过深就过 大家同意吗 不同意 就是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最大的目的 明天我们会有十位代表 环团学者地方 还有学生的代表 一起进去环包署里面发言 表达我们今天在这边静坐的行声 那今天各位坐在这个地方 一整夜就是给他们最大的鼓舞跟力量 甚至我们也要对环境委员喊话 你们不要滔滔来 对不对 国王石化这个案子对我来说 跟对在场很多工作人员 年轻人还有甚至环团的前辈来说 都是一个指标式的议题 因为他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唤醒了非常多人的力量跟关注 把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卷进来 一起来关心 为什么我们台湾现在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我们台湾现在人口这么的密集 但是却有这么多的工业的开发 到底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而且有人有去过那片湿地看过吗 在场有去过大城湿地的 我们举个手好不好 他们说那边是没有生机 是一片烂泥潭 你们同意吗 同意 我现在好像T3有玲珑喔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来自这个环保署前的这个首页活动 针对国光石化到底是不是应该通过 是不是应该有条件的来通过呢 明天的有话好说 我们也会进行深入的探讨 请您继续的锁定一起来关心 感谢您收看今天节目 我们再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